就這樣 不好意思 波不好意思 辛苦你了 還好 要花很大力氣引起大家的注意 OK 好 大家好 我是李軍亞 有幾位朋友 我們之前在其他活動的見到很開心 在台下有一些熟悉的面粉 是讓人可以開始比較放鬆 那接下來的氣氛可能會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今天要開始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的時候 人生有高有低 往往不見的哪一刻 都是那麼好笑的 演藝人 我們來聊聊今天想跟大家談的 如何勾勒出更好的自己 其實說到自我改變這個話題 我想大家都很陌生 你走去任何一家書店 滿滿的書櫃提到怎麼成為更棒的那個 有很多這樣心靈立志的書籍 但是怎麼做到呢 我想焦點就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 大家記得一開始我們看的那個影片 你的善的回憶標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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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從那個影片 我想你去看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行為 其實會帶動一個聯誼的效應 不過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焦點為什麼這麼一個重視聯誼人 甚至是創辦者阿峰 把他帶入到他在進行焦點的方式 先改變自己 讓自己成為聯誼的中心點 成為正面積極思考的人 聯誼效應就會發生 這個社會世界也會因此而改變 所以從這個你自己的一個行動 帶動了一個下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的確你身邊的世界是有開始有些不同的效應 就像喜劇 他們是很認真地在做 今天你的一個笑聲 可能就把你這邊早上 躲避倒灶的事情你就忘記了 不過接下來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變得更好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願意採取一點行動 看到自己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 甚至就是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是一個 大家都向往的境界 但實際在真實的社會裡頭 我們大家其實也有非常同感身受的是 我們往往把手是指在別人身上的 我們很期待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台灣我們很期待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但是我們願意從那一個 第一個丟下改變 丟下影響的那個時候的 好 其實有時候不是大家不願意改變 有時候只是還不知道怎麼做 或是還正在 還正在各種這個壓力 正在認識自己的當中 其實還不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我想藉由今天的時間跟大家分享三件 我認為你可以先從這三天 三個想法先開始的 然後啟動你自己的正向的原因效益 第一個 強項 大家自己邊想想 你第一個會想到你自己 最獨特的一個特質是什麼 帥氣 想錯了吧 想錯方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錯了 會不會他問我缺點 會不會他問我缺點 其實我記得剛剛余佳 余佳他就提到他曾經做過MVTI 所以他得到一個 認識自己的一個方式 是IMTJ 其實房間有很多這樣的心理測驗 不過我觀察出三個現象 第一個是 大家都放在Facebook 我是描述自己 可能是你最適合住在哪一個城市 或是你最像哪一個歷史公司 自己的特色好像變成是 臉書上的一個裝飾品 第二個現象是 嗯 大家做完經理CV會說什麼 好準喔 或是 這是我嗎 不準吧 第三個現象就是 拿起來會跟其他人比較 我過去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時候 發現大家對於這個性格測驗 或是能力心非常的敏感 因為第一件事情就想到 這會不會影響我的身間 這會影響我工作的考慮 我要成為那個公司認為 比較成功的那一個人 而忽略掉自己的特色 所以其實認識自己的強項 認識你自己有什麼樣的天土 你天生的專長 你天生可能有幾條肌肉 你根本特別強的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好好去認識他而發揮 今天剛好現場我有聽到 有幾位朋友正在思考 你接下來的工作 想要做些什麼 你想要從哪一個地方 開始去發揮你自己 可以影響別人的能力之間 其實你先好好排練一下 我自己有拿幾條 更擅長的肌肉 我有哪一些天土 但這些天土 並不是這些紙上面講的東西 只是放在Facebook上面 好玩有趣的一個標示 我們如果活出自己的特質 其實就是從平面 你要活出一個立體的自己 那當你更認識自己的天土的時候 其實要主動力尋求 可以去鍛鍊這些肌肉的機會 所以不要怕辛苦 不要怕挑戰 就像剛剛悠悠有提到的 他其實每一個挑戰來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最有代表性的 Yes man 我去試試看吧 他就在鍛鍊他的一些不同的肌肉 可是他就會發現到自己的優點 以及他怎麼可以發揮 所以我覺得認識強項 更認識自己 這是一個開始 OK 所以呢 這邊我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回去之後呢 你可以找任何一個心理測驗 性格測驗去測試 同時有一些 比如說旁邊們有一些教練 或是講師 他們有在針對這些 測驗結果之後的運用 有做說明的 請你們多去認識自己 不要只停在 看到書面我就是這樣 然後頓到入座 我永遠都是這樣子的 去活出他 第二個 好 現在我來先進入第二的說明之前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這個調查 但是呢 大家不用舉手 你在自己心裡排練 自己心裡想一下就好 第一個問題 好 你覺得人生生活中有很多不幸的是 或是與幸運不好有一定的關係 或是人生生活的不幸起因於 他們所犯的錯誤 A或B 自己選擇 第二題 想要知道一個人是否真的 喜歡你很難 或是B 你有多少朋友取決於你這個人怎麼樣 A或B選擇 第三個 一個人如果犯錯 不管如何補救都很難翻身 還是B選項 犯錯或失敗之後 只要面對他更努力 還是會得到結果的 第四個 很多時候我感到對自己的遭遇 無能為力 或是我不相信機緣或幸運 在我的生活中會起重要的作用 最後一個問題 A選項是 工作環境是很難去改變他的 或是B 我有能力 改變自己的工作環境和消耗品質 那他在這個五個問題裡面的AB選項 可以稍微想想你A選的比較多還是B選的比較多 如果你A選的比較多呢 你就是內控點 控制點是在內 簡單說就是 是在人為 如果你A選的比較多的話呢 我想有一個比較能代表就是 那個叫什麼 是在人為的相反 我想一下 是在人為的相反 聽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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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聽天由命 那就是你把控制點放在內 這個為什麼重要呢 認識自己的控制點為什麼重要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 要追求你自己的夢想 甚至你相信你做這個事情 你想改變一件事情 不管是對天鄉的學子們 或是身旁的朋友們 你會覺得 我真的能帶出不一樣的改變嗎 那其實從 先從控制點 自己的控制點 來看看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當然內控點在內 控制點在內 我們叫內控點 它相對是更願意主動積極的 要去為自己的夢想 努力 當面對到挫折的時候 它相信透過我的努力 事情就會有改變 那像剛剛有提到 現在的網路上有酸民啊等等 第一件事大家都想到 政府該先做什麼 企業該先做什麼 永遠都沒有想到 我其實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從控制點那個地方 也可以先幫自己了解說 我真的想做了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我自己是用什麼樣的態度 我心裡是用什麼樣的框架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可以幫自己看 好 說了這兩個 我覺得第三個 其實是誰都交過來的一件事 是勇氣 如果勇氣是可以用講課就傳授給你 或是透過服用什麼東西 就可以這樣講 我相信那個人會是世界上的大夫 其實勇氣這件事 就取得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用這張照片是在講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 社會創新的案子 叫做更快樂實驗所 目前在救空總 救空總的位置 談到如何成為更好的自己 其實我相信每一位今天下午 選擇今天下午來交給你的朋友 你們都有那樣的動力 但偶爾可能你會遇到一些瓶頸或挫折的時候 我們有用那個勇氣去跟別人求救 嘿我現在真的需要一點幫助 我要的就是不再是抱怨了 我真的想看到自己有一點成功 可以找這一談呢 在Head Care Cafe跟快樂實驗所 我們其實有快樂教練 可以聽聽你的想法 然後幫你一塊釐清 你現在真的對你來講 更重要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你可能有什麼樣的盲點 你需要的動力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需要勇氣 去帶出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勾勒出更好的自己 不再只是看看書 不再只是參加課程 而是像各位一樣 就採取行動 來到交給這邊 認識路一樣的朋友 把你的想法說出來 尋求到一些可能 跟你們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後採取平衡的筷子給我看 而遇到挑戰的時候 不要害怕說 嘿我需要幫助 所以這個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勾勒出更好的自己 那雖然沒有辦法 彈力勇氣給大家 不是直接可以送到大家面前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Head Care Cafe在哪裡 你在那裡可以去 在很安全的環境上去鍛鍊你自己的勇氣 這個是在建國南路一段 一百次西洋跟錦南路的交叉口 走進這個地方其實就在第一關 就是在鍛鍊你的勇氣 這個過去的軍營空軍總部這個訓練的基地 很多人看到門徑就是這可以進去嗎 可以的 這可以進去 看看這邊有多少的彩色的招牌 其實在裡面有我們聯藝人基金會 還有台灣好基金會都已經 在裡面透過不同的活動已經體驗 重新去活化這一塊地方 所以邀請大家可以一快到 Head Care Cafe更快樂實驗所 在那個地方去練習一下你的勇氣 找尋你需要的一些資源 那大家手上有手機嗎 我先邀請大家先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到Facebook上看一下 然後請你採取第一個 為自己採取的更快樂情況就是按一個讚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李居拉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他爹 我會的話 謝謝大家